新闻小山要來關心民鄉鄉的消息 一年三天民鄉的大蘇牙文化責 十三號沉夜十一點禁止尾聲 當時也是華東在當頭戲 因為大蘇牙抓狗新尊由廟峰跟中青苗信徒 共請到揮法庭揮法聖天 鄉親為人間住在家 當時祈禱平安 中民非常鬧鬧 火水燒了一枚酒量夜空 中民總管 照顧大蘇牙新尊規法聖天 是大蘇牙文化責的當頭戲 向前大蘇牙為人間住在家 當時祈禱平安 大蘇牙是面向得悠的信用 每年都在出國 大蘇牙以貴往形態出現 有人說大蘇牙是關閹的化身 也有人認為大蘇牙是被關閹大蘇收好貴 關於它的由來大概有兩大系統的說法 修仙的就是說因為關閹大蘇就是關閹大蘇 也就是說它是關閹菩菩薩的化身 那第二個說法呢 它是關閹菩菩所收服的那個鬼王 所以因為本來是一個人間的惡鬼 危害人間後來被收服之後呢 才變成管理眾鬼的這個神明 那不管是哪一個說法呢 其實都是跟關閹菩菩有關聯 所以我們看很多關閹大蘇牙的造型 它的頭頂會有一個關閹大蘇的神像 這就代表說它是關閹菩化身的 或者是被關閹菩菩所收服的 一年三天頂阿波多五分壓過 十三合華東進入賣聲 就請名信長準備很多獎品來給予到 稍微參加這場的勝仁 報名主席是一個大蘇牙 走狗身尊和吉他的神明 並且恰到揮花上 雙團夢到大蘇牙走狗身上的帶來好運 你揮花其實 發生到拋話和善然演繪 明湘如暗如老烈 也三個大蘇牙門花桌 我沒有樂不 製來介紹一下 直接 bass給我 抬 Gotta盲瞎 NIH 抬拌